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玉,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顶级地段的陶珠影园 号称全台最贵豪宅,一户开价新台币18亿元 远超过周边其他豪宅价位 还要对买家进行身家调查 陶珠影园除了价格惊人,外形也相当奇特 旋转式的建筑设计,被一些人戏称为信义哥吉拉 然而有着台湾顶级豪宅的标签 从2012年取得建筑指导至今 陶珠影园却只正是卖出一户 买家还是建商的自家人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陶珠影园坐落在台北市信义区松高路68号 周边是著名的豪宅区 临近台北101与高档百货商圈 地理位置非常顶级 陶珠影园的主建物是21层建筑 一层两户,一户大小约莫300坪左右 内部共设有7座电梯 两梯专攻住户使用 两梯给佣人通行 除了货梯以外 还设了一部超大型多功能电梯 连汽车都开得进去 一旦发生意外 旧屋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口 不仅最高程度保障医疗顺畅 还完美保障了住户隐私 除了顶级地理区位与住宅设计 陶珠影园整体建筑结构也下足功夫 这栋建筑每一层楼都恰好旋转4.5度 整栋建筑合计旋转90度 使得建屋采光与外观都有别一般的大楼 而这奇特设计的背后 建商也考量到安全性 陶珠影园的主结构 采用的钢材与台北101同级 侧边支撑的巨型钢柱 也跟日本晴空塔有点关系 楼板再重规格 更高达一般住宅的2.5倍 这背后也存在抗震考量 建设方宣称 即使遭遇奇极震度的强烈地震 也无法破坏该建筑的结构体 这一整套顶级规格的设置 使得陶珠影园成为台湾最贵豪宅 也受到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2016年 CNN将陶珠影园评选为 全球九大城市的新地标 Discovery频道还专门做了一集节目介绍 为了称得起外界的解释 陶珠影园在建造上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 是同规格传统豪宅的三倍 建商更夸下海口 选称陶珠影园防风防震 寿命长达千年不倒 然而如果看向实际的销售状况 陶珠影园却成了新意豪宅聚落中 一个有些尴尬的存在 2012年 陶珠影园取得建筑执照 隔年开始动工 2018年完工取得使用执照 并正式对外销售 隔年4月 台湾媒体就公开报道 第一位新屋主已然诞生 还一次拿下四户 外加30个停车位 总成交价近43亿元 创下台湾房市记录 正当人们拼了命探究屋主身份时 才发现背后竟然是中华工程公司 也就是淘珠影园的合建商 而他们拿下的这四户 其实不是正式交易 而是带电工程款项 时间来到7月 第一笔正式交易终于诞生 当时卖出的这一户 市场推算总价为18亿元 换算下来一瓶单价高达600万 但这次的买家还是有些猫腻 仔细一看 买方是陈耀公司 又是淘珠影园背后财团的关系企业 我们不难推测 这次的成交不仅是帮建商来个开门红 也是为淘珠影园市场价来个定毛效果 时至今日 淘珠影园仍然有行无事 买得起的人不是没有 但总之就是没人买单 近期台湾政坛风暴 更让外界再次关注 逃出背后的建造方 威京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头 威京集团创立于1974年 旗下共有四个事业群 金融、石化、娱乐文创与地产开发 其中地产开发的事业群 便包括了前面提到的中华工程公司 而此集团的创办人 便是台湾商界巨子沈庆金 1947年 沈庆金出生于南京的军人世家 当时中国政治内战 沈家辗转来到台湾 作为外省第二代 沈庆金年纪轻轻就十分活跃 从在台北市万华念国中 一路到基隆就读职业学校 期间他惹上不少麻烦 甚至涉足帮派 加入鼎鼎大名的四海帮 最终在一次寻仇中 他带人持刀攻击仇家 最终被判处三年徒刑 1969年 22岁的沈庆金步出监狱 星星也成熟了许多 扶完兵役的沈庆金开始跑船 期间他跑遍东南亚与北美 不仅开启了国际事业 更点燃他的创业梦想 时间来到1974年 沈庆金结束船员生涯 转往曝光行上班 当时正值台湾家庭及工厂的年代 政府大力推动制造业发展 而纺织正是当时重点发展项目 当时的纺织行业有个其他的灰色角落 其中暗藏大量的利益 那就是制造商要先取得官方配额 才能按照规定出口 当时台湾官僚习气很重 如何取得配额就是利益所在 而看准机会的沈庆金 并靠着交易配额的生意发家 1976年 他创办的配额经纪公司 一年尽力多达800万元 要知道当时台北郊区的房价 一品才不到一万 1980年代 政府整顿配额市场 台湾纺织产业开始没落 沈庆金便把事业触角 转到金融服务与不动产开发领域 期间他化身股市大户 曾在1987年豪杂25亿抄底 之后赌对股市翻涨列车 成了当时台湾人称台股四天王之一 除了股市投资 沈庆金更专注于地产开发 让他以炮额红的开发案 便是1998年开工的金华城 这座购物中心营运了18年 在2019年底正式洗灯 近期更因为容积率的争议 事件上升成政治司法风暴 并一路延烧至今 就在金华城开始营业的第九年 沈庆金创办的微金集团 并开始筹备逃出影员 这个超顶级住宅项目 以沈庆金自己的话来说 这个豪宅是要让他仁死留名的案子 由于沈庆金热爱冒险 桃珠影员便被外界视为 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一场豪赌 而在这之后 桃珠影员顺利落成 并进入销售环节 但多年过去 这栋极化体与特色一生的豪宅 至今仍然吸引富豪进驻 对此 沈庆金自己就曾表示 只有小众中的小众 才会关注这堆艺术品 似乎凸显出取高喝寡的初始定位 但回归到市场本质 桃珠影员属实有些尴尬 有人认为 桃珠影员在风水上存在一些问题 使得最顶尖的消费者 多少会存在一些疑虑 而在另一方面 由于这栋建筑从问世之初 就受到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 时常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 更常有民众到现场拍摄打卡 对于重视隐私的富豪来说 这又打消了一些人的念头 与此同时 人们买房本就很吃市场热度 顶级耗宅也一样 这栋建案卖了很久卖不出去 自然会让人抱持观望的态度 谁也不想第一个踩雷 也不想砸了大钱买了被笑 最后的问题 还是要回到价格之上 新一计划区近一年房产成交均价 单凭大约在126万元 新屋成交价则在218万 对比威京集团定毛的单凭600万天价 仍有相当程度的落差 顶级富豪不代表他们会随便乱花钱 相反的 不少人之所以能成为富豪 正因为他们虽然舍得花钱 但更重视每一分钱花出去 能为自己带来的价值 总结来说 桃筑影员被称为全台最贵豪宅 实际的销售数字却不尽如人意 考量到威京集团当年取得土地的成本 对照当前的房价仍存在不小的获利空间 我们目前还很难论定成败 作为省庆金的生涯豪赌 这个人死留名的建案 最终会如何盖棺论定 未来的发展如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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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